我们看最后故事的结尾 Were you never were you ever curious about why the last leaf on the vine never moved Sue ask John C 好我们看这句话 他问他 Were you ever 你有没有曾经curious好奇过 好奇有关后面这件事 各位没看到老师用这个灰色画起来的句子 疑问词why主词the last leaf 动词是move的 疑问词加主词加上动词 这是间接问句 对不对 间接问句当什么 间接问句 各位帮自己写上去 这叫做间接问句 间接问句当作受词使用 因为它是个大名词 为什么这个最后一片叶子 on the vine 在这个藤蔓上的叶子 你没有问过这件事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好 Not until then did the John C begin to realize that the sacrifice that Burman had made 就在这个时候 Not until 就在这个时候直到 直到我们的Sue问了他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John C begin to 他才开始realize 才真正了解到 了解到这个的sacrifice 了解到那个牺牲 什么样的牺牲 这个牺牲呢 后面是个关系子句 that Burman had made 这个我们的Burman先生 他曾经做过的牺牲 在他生前做过的牺牲 就是最后画下的这片叶子 好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特殊句子 那个 Not until then did the John C begin to realize the sacrifice begin to realize the sacrifice that the Burman had made 那我们看原句其实应该是 John C he didn't begin to realize the sacrifice that the Burman had made until then 我们看到 要直到那个时候 直到 Then 直到那时 Then 就是那时 那个那时就是直到 那个树问的时候 直到人家问了 他呢 才知道 直到人家问 不然他之前都 didn't begin 他都没有开始去了解到 这个sacrifice 他都没有了解到 这样的一个牺牲 that 这个牺牲是呢 that's the Burman man The Burman had made 这个博曼先生 曾经做过的牺牲 好 这句话要这样翻 John C 都没有发现到 这样的牺牲 这个博曼先生 做了牺牲 直到那时 那这个 Not until 在我们中文翻成 直到什么时候才 所以直到了那时 他才真的明白 那这个 这个Not呢 前面这个句子的 Not 跟后面的 until then 其实可以一起 连在一起 然后搬到句首 变成 Not until then 可是当你把这两个句子 连在一起 搬到句首的时候 留意哦 剩下来的主词 跟助动词要导装 所以变成 Dict of John C 再说一次 这个Not until的文法 当你把前面句子的 Not 跟后面的 until 加时间 一起 连在一起 搬到句首 这叫强调 当你先特别强调了 直到那个时候 这时候的主词 John C 跟助动词 就要变成导装 要先写Dict 再写John C 剩下的句子 早操 好 所以呢 John C 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个 sacrifice 这样的牺牲 这样的牺牲是 The Burman had made of sacrifice for her 为了他 He painted the leaf on the wall for her 原来 他在生前 painted 他那天 冒风 大风雨 出去 就是为了画 画下那一片 the leaf 那一叶子 画在 on the wall 佛会为了他画 It was his masterpiece 所以这个 最后留在墙面上的 这一片叶子 就变成了 Berman先生 他最后的 masterpiece 他人生中 最后的最大杰作 为什么是杰作 因为他真的 太像了 像了 让可以抚慰到 这个生病的人 让他能够活过来 让他活下去 好 这是我们呢 美国著名小说 他非常有名 他很经典 这个小说家 他的名字叫 Old Henry 这个Old Henry呢 Old Henry 这个他在年少的时候 从事很多的occupation 做过很多职业 像是药剂师 惠图员 银行员等等 所以他的经历 这些经历 就让他能够在作品当中 对市井小民的生活 有一些很深刻的描述 他留下了很多小说 各位如果对他有兴趣 搜寻一下Old Henry 甚至在一些 很经典的故事里面 经典的图书馆图书里面 都应该找到他的作品 他是个短篇小说大师 好 那最后一片叶子呢 就是表示 是他的代表作 他的言语很诙谐 有许多趣味 那结局也常常会让人家 有倒抽一口戏的那种感动 这是这个Old Henry的结尾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英文中文当中的看有关的动词 各位可以帮自己整理 像凝视 Gaze Stare 瞥见 Glance 跟Glimpse 这个字很重要 对不对 第三课跟第七课 还有Glare Glower